五一假期临近,香港预计本周末开始将会迎来复偿后最大批的内地旅客 有观光船公司希望接待更多旅行团在海上用餐以达到分流的效果 另外高铁香港段将于4月27日至5月4日 每天增加11对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及深圳福田站的列车班次 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后的首个五一假期将至 旅游业预计将有60万名旅客防港 恢复疫情前一半以上 早前在红看级土瓜湾有内地旅行团大排成龙等候用餐 对当区造成交通压力 有公司退出海上用膳一座分流 游客有旅游巴士接载至关塘汽车渡轮码头 随后登船用餐 有来自贵州的游客表示在船上用餐体验不错 主要是他们这个特色 然后比较适合这些比较脸上年纪的人 非常的满意 香港的人也不错 我们温路也好啊 上洗手间人家都告诉我们的 用过午餐后 游客陆续登上甲板欣赏维港风景 这些风景很好 这是第一次 我还有我老公没有来过 下次还会带他来耍楼 观光船负责人表示 观光船每轮可以接待约300名客人 并在晚上设置音乐表演等吸引客人 希望帮助分流旅客 平均现在夜晚 好像今晚或者这几晚为例 我们平均每晚都可以做到1500客 今晚都可以不转 昨晚也是 黄金周的话 可能下周会更加好一些的话 那就可以吞到大一些的客人 每晚我估计都有2000多客人 如果可以做到的 香港旅游业议会日前表示 目前旅游业界仍然面临人手不足等问题 会继续与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协调 致力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另外高铁香港段将于本月27号到5月4号期间 每天增加11队及22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 及福田站的列车班次 进一步便利旅游及商务出行 预料本周末将是出行高峰期 香港西九龙站将加强车站指示及广播 并加强人手协助乘客 让乘客扣票及乘车更加畅顺 凤红卫视崔可君香港报道